你已經把這個動作調好之後 我們現在來試看 用所謂的New Object虛擬物件來製作動畫 這個New Object 是我們之前沒有特別提過的 也就是在這裡 圖層裡面有一種叫做虛擬物件 其實我們以前沒有特別介紹過 那這個虛擬物件其實就好像 各位比如說 你有用在Volashop裡 所以有沒有用過尺規參考線 你在編輯的時候看得到 印刷的時候會不會有那個 不會 所以這是編輯的時候才會看到的 那你看我把它增加一個虛擬物件 有沒有一個空空的在這裡 空空在這邊 那它預設是2D的 2D的 可是我們現在希望它 也要變成3D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這三張不是3D的嗎 你如果沒有變成3D的 你在調整 雖然你可以調整 可是變成會少一個軸向 所以我也把虛擬物件的3D圖層打開 這樣它就跟我們一樣 那我就把角度 大略上調成跟我們上面那個一樣 因為呢 如果你要做動畫 沒有錯 你可以一張一張個別做動畫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一起動的話 我用虛擬物件 你們記不記得以前我們曾經有用過 第一節課講那個電子包通畫 有那個豬尾巴 對不對 用豬尾巴連的話 我只要把這三張連到這一個 豬尾巴連上去的話 是不是它動大家都跟著動 這樣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現在把它 先把它的歪軸 我稍微改變一下 有沒有這個方向大概接近 這樣我們稍微調比較好調 弄好之後我就可以把這三個連上去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看到豬尾巴 沒有關係 那個欄位沒有出來 如果你有出現這個情形的話 你就是在這個 有沒有這一列上面 這一列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按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叫Colon 打勾的是有出現的 我們那個叫Parent 就是副成 它現在沒有出現嘛 我把它按個勾 有沒有這樣就跑出來了 所以我把這三個的豬尾巴 就連到它這邊來 這樣子它就可以控制 你看我現在移動它 Z軸 有沒有大家就一起動了 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各位 豬尾巴一簽了之後 有哪幾個屬性 會受它影響 這裡面哪幾個屬性會受它影響 位置會受它影響 縮棒會不會受它影響 縮棒會不會受它影響 因為我們怎樣旋轉也會 只有一個不會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怎麼變都沒有用 要各別條 各別條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是不是馬表就打開 就可以做動畫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次跟各位介紹 這個所謂的虛擬物件 虛擬物件 反正它在A裡面就說是透明的 都是透明的 只是你操作的時候呢 方便你直接去控制比較多的物件 塗層這樣子而已 好 那就給各位試看看喔 記得你增加的時候 要把它變3D塗層喔 3D塗層 然後把那個角度稍微調到 跟你的照片一樣 其實以後我們如果介紹那個 那個攝影機的話 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現在是因為沒有介紹攝影機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先帶大家認識一下這個 什麼叫虛擬物件 然後怎麼做動畫 以後我如果有攝影機 我就直接移動攝影機 就比較快